这两天回南天太严重了 昨天家里面像个冰窖一样 外面很热 外面20多度 家里面好冷 开了一天的空调 你看今天回南天更严重了 你看这个窗户 不敢开 回南天在广东 千万不要开这个推拉门 窗户不能开 开了那个湿气全进到家里面了 太严重了 你看阳台 地盘上全是一层水 你看 今年广东的回南天真的太严重了 往年没有那么多 往年最多就那么一两天就过去了 今年反反复复的 这两天好严重 回南天 今年天气太反常了 我得赶紧把这个窗关上 不能开 你看一开湿气就进来了 现在还是得把空调打开 我感觉开这个空调还是很管用啊 要不家里面很湿啊 然后又很冷 家里面冷像冰窖 外面又很暖和 二十多度 这就是广东的回南天啊 在广东的话是不怕冷不怕热 最怕的就是回南天 回南天太难受了 今年这个天气真的太反常了 可能就是冷的时候太长 冬天啊 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回南天 像往年就是有时候经常 就是暖冬啊 在广东啊 就是冬天 几乎没有冷的天气的话 就遇不到回南天 哎呀宝贝儿 这俩在这里呢 在姐姐床上啊 哎呀 这俩泰迪比较粘人的 哦 采采采采 哎呀小乖乖 采采姐姐在家的时候 天天跟姐姐睡觉 现在想姐姐了 姐姐去学校了 趴在姐姐床上 角角 角角是最不粘人的 泰迪我发现特别粘人 采采的馒头特粘人的 你看 姐姐不在家 就躺在姐姐这个床上 是不是啊 哎呦 馒头刚才在这里 看风景是不是啊 你们俩不太习惯 姐姐回去了学校了 是不是啊 啊 哎呀 姐姐回学校 他们有点不习惯啊 然后扒这个门 让我开门 给他们进来 进姐姐房间 你看天气不好 姐姐的床单啊 被子我都不好洗 过几天天气好再洗 这两天 外面太潮湿了 你看这窗户 外面雾蒙蒙的 嗯 馒头 看风景吧 不打扰你们啊 这三个好可爱 看拆拆 可会撒娇了 穿着奶奶装 外面虽然热 外面虽然热 但家里面还是凉 这个是牛腩 放几块姜 今天我和老爸两个人吃这个牛腩面 我和牛腩先焯一下水 这个牛腩把这个血水啊 一定要焯水焯掉它 这样子这牛腩炖出来就不腥了 牛羊肉感觉血水特别多 可以了 煮个几分钟把那个血水煮出来 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就焯好水 我是用完一个锅 我就要洗一个锅 我要把它洗干净 放好了 我再做下一步的程序 不能说放在这里 一堆到处一起洗 用这个压力锅来炖 这个是焯好水的牛腩 放两个姜片进来 加水 加点生抽进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放 可以了 可以了 放在这个压力锅里面来 调到牛羊肉这个功能 35分钟适中可以 看这三个小家伙 外面太潮湿了 老爸也不愿意待在阳台了 这三个就围着的 是吧 围着老爸暖和是吧 这会儿家里面空调关了 上午开了一阵 下午把它关了 下午太热了 外面很热 但是很湿 我在煮饭 他们就在这里等吃饭了 三个小可爱 再吃饭了 老板 摇一点水 七十五克的水 每次和面我要用这个秤 要不我把握不了 一点点 面粉的话150克 我来和点面做面条 可以了 功能的话调到和面功能 暗位的话调一个三档 时间的话 想吃筋道一点就揉久一点 揉个十分钟 OK 你看这款舒适机 里面是超方便 声音很小 而且特别稳了 这款是大白相的舒适机 超好的 看这个好治愈 面条就出来了 自己压的面条 这是我刚压好的面条 自己做面条也是超方便的 我和老爸两个人一个一份够了 哇 这牛腩炖好了 调调开带出 老爸准备喂三个小家伙 你看 睡得好香啊 吃饭了宝贝 娇娇 可爱睡觉了 还生生懒腰准备吃饭 快来吃肉肉了 吃饭饭喽 开心了 你看猜猜这尾巴摇的 馒头来 馒头在这边的 小可爱 吃饭了啊宝贝 三个小家伙也开始吃饭了 他们先吃吃完才转到我们 吃饭了 我来说把它加点一点 用油 一定要够咸 然后可以才保湿 这个面条过一下冷水 冷水的话用纯净水就好啊 加点葱花 香菜 今天我没青菜 因为没有买青菜 全是肉 自己做的肉多 满满的肉 三公路 看吃 你看到我的牛腩面 是不是比外面买的看上去还诱人啊 因为肉多啊 老爸还放了点辣椒酱 这酸甜 要喜欢辣的可以多放点辣椒酱 好吃啊 这种面好吃 自己压的新鲜 有香 面味十足 我得来点酸萝卜 我自己腌的去腻 自己做的面非常诱人 我和老爸的晚餐很简单单 而且做法也简单 我也要放点辣椒 辣椒酱不辣 有点咸 变成太多了 这比外面买的好吃 自己做的肉多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面条是自己压的 特别香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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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爸的晚餐特别简单 做法又简单 然后又好吃 两个人 有时候不想吃炒菜 就直接煮面条 看我和老爸两个人 两大碗吃的干干净净的 太好吃了 汤也好喝 面也好吃 你看老爸 把他的瘦肉弄了三块 留给狗狗一人一块 宝贝儿 你在这等着 吃肉肉 坐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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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最乖 你看坐好握手了 握个手 给你一块最大的肉肉 踩踩最乖 过瘾吧 握手 握手 馒头第二块 馒头稍微少一点点 小块一点 馒头不能吃太多的肉 它一线不太好 握手 握手 小哥哥 好了 一人一块 没了 还在看 没有了 好大一块眼睛在发光 你们看这三个 我说没有了 还坐在这里 坐得整整齐齐的 没有了 宝贝儿们 是不是吃得很过瘾啊 好大块啊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